哈喽,大家好 我们再来跟进这个Torchroft Torchroft之前有分析 那时候就讨论说要怎么样去捞底 那时候讲的条件是说 他这个RSI要有U-turn 第二个呢就是要站上去这个 第3个呢,股价要突破 这个其实线 现在我们再来跟进一下 首先RSI呢 其实现在已经要U-turn 过后又要跑回来了 看到吗这个 所以已经有点危险 第2个呢,股价呢好像又贴肥少少 但是呢 股价迅的市场是在这个筹码棚上面 第三个条件就是说要突破这条趋势线 今天其实是一度突破啊 但是筹码的时候又掉下来 也就是说 这个三个条件呢,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两个条件已经符合了 今天呢 连这个RSI也不符合了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不试咯 不试的意思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去捞 做反弹 不要随便去捞 不要随便做反弹 我觉得还是乖乖的 等他第二只脚在看吧 OK 这个就是我对TOTCROFT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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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